在昨天呢这个 Honda 的人有给我们公布了这一个 WR-V 的最新销售成绩 他们接近 7,300 张订单 然后已经交车的数量是 3,300 台 这个成绩不要讲我们惊讶 连 Honda 自己都惊讶 然后就刚好最近他们在 Longawi 举办这个私交活动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得啦 为什么这个 WR-V 会那么好卖 然后这台车值不值得买 今天的影片我会跟大家做一个讲解 然后在影片开始之前 大家帮我记得哦 按赞 订阅 分享一下 Go 首先我要跟大家讲我自己觉得 WR-V 在马来西亚市场受欢迎程度高的其中一个原因 可能就是这个品牌 大家买车应该都会看这个品牌为主 当然我这样子讲我并不是要贬低这辆车 或者是贬低买这辆车的朋友 其实我讲的品牌不是讲品牌的吸引力 而是品牌给予消费者的信心 我们都知道 Honda 在马来西亚耕耘了几十年 所以这个品牌消费者对于品牌的信心呢 是经过了很多很多年去累积起来的 就单单以 Honda 马来西亚就好 Honda 马来西亚曾以来在马来西亚已经经历了快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 其实在一开始 Honda 的车款对于消费者 尤其是如果你经过那个年代的消费者 你会知道很多的消费者其实都不大能够接受 Honda 的 可是慢慢 Honda 的对于这一个消费者的信心 是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 所以现在很多的朋友看到 Honda 的车子 他们就会理所当然的相信这个品牌确实是有一个 给到他们的安心的这个程度在 这个是为什么我觉得 WRV 在马来西亚市场表现可以那么出色的原因 我偷偷跟你讲它的市场表现可能还比印尼还有泰国更好 当然啦也是有一些消费者会选择 因为品牌的关系他们选择了 WRV 当然这个也是没有错的 因为花钱的人是自己 我要买什么品牌是我的自由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是 今天你在淘宝或者是 Shopee 你随便买一个 Bag 二十多块你都是拿来装东西 但是还是会有人花几千块甚至是几万块去买名牌 Bag 他们的功用其实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是没有对错的 可就是看你自己买这辆车的需求 当然有些人觉得这个品牌可能是一个象征还是什么 那个是个人的自由 你不能去阻止人家这么想 所以如果今天你是因为这个理由去选择这款车的话 我觉得也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讲真的 如果是想你买到一个日式品牌 你自己会开心的话 那么又怎样 别人怎么讲其实都不是问题的 另外呢 还有一个重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这辆车吃到了这个SUV的红利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SUV是一个趋势 然后很多的品牌都推出SUV的测款 像国产车 Proton ProDual它们也有很多的SUV 但是如果今天对于一个消费者来讲 它是要买一台非国产的SUV 那么其实WRV就是里面最便宜的那款 因为它的起步价只有9万块左右 因为在此之前 如果你是要买到一款非国产的SUV 可能最便宜的就是像是Omoda 5或者是HRV 那个价钱都要超过10万马币 接近11万左右 可是这一款车今天9万块你就可以拿到了 然后 因为它的车身尺码小的关系 所以对于一些消费者来讲 这辆车既拥有SUV的特性 然后它又适合在市区驾驶 讲真的 这台车在市区驾驶是真的很灵活 而且因为我们现在试驾活动是在Langawi Langawi的路基本上是比较小的 完全体现了这辆车的优势 而且呢 在驾驶方面 马来西亚版本跟这个泰国版本 也就是我们之前试驾的版本是有差别的 所以等下试驾的时候会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然后接下来呢 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 WRV 我开了几天之后 我觉得我喜欢的地方 然后我接下来讲我最喜欢的第二个点 就是它的这个离地高度 这个离地高度你可以看到这样子 我从这边看的话 看到吗 它真的非常高 泰国版本它是讲它的离地高度是220mm 然后马来西亚版是207mm 这样子的高度 我之前在泰国试驾的影片就有讲到了 对于一些女性驾驶者来讲 你在parking的时候 比较高的尾部跟比较高的前部 在你parking的时候是比较难撞到那个divider的 然后比较高的离地高度呢 在你有时候可能在一些乡村的地方驾驶的时候 它会有比较好的通过性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这个离地高度还可以给你一个比较高的视野 比较高的视野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买SUV的原因 尤其是我身边的很多女生 她们觉得买SUV就是因为要SUV的高度 然后她们又不想太大量 所以我觉得很大的程度上面 WRV其实就是满足了这样子消费者的需求啦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注意到吗 就是可能在公路上啦 开着WRV的这个驾驶者呢 就是男性跟女性大概是50% 就是50% 50% 我自己遇到的是这样子 你们遇到的是怎样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 OK 其实在之前这个HONTA官方人士 也就是这个project的leader呢 他跟我们有分享一下 这一辆车他们特别在这一个地方 然后从到这一个地方 到这个地方进行加强 来提升这个车体的刚性 让这个车子在弯道的时候 你可以感觉到它的这个车体刚性更好 更加厚得住 然后同时如果在incase你发生意外的时候呢 它也可以给你一个更好的保护 然后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这辆车的空间表现啦 大家印象中的Air Segment车款呢 它的空间表现应该都不大 可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后箱空间表现 如果是讲你把整个 这一个椅子倒屏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宽敞度 然后加上这个深度 这个头顶的空间 根本就是同级里面最好的那一个 所以呢这辆车的使用性是无庸置疑的 当然啦我知道可能会有一些朋友讲 SUV 基本上或者是Hatch Pack 你只要把这个倒屏之后 它都会有这样子的空间表现 对没有错很多的SUV它们都可以倒屏 但是呢它们可以有这样子的宽敞的空间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少的 首先我第一点我最喜欢的地方 关于这辆车就是它的内装 没有错我讲的是它的内装 其实在这辆车发布之后啦 我有看到很多的comment就是讲说这个内装 用了很多HONTA比较旧车款的Parks 所以看起来会没有那么的Modern 没有那么的Fashion 这个是事实来的 但是我喜欢这个内装而已 我喜欢的就是它的易用度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它的冷气控制面板啊 还有它的这个触屏主机的位置啊 还有这个变速箱排挡杆的这个位置啊等等等等 其实你讲它好看它确实没有很好看 但是呢就是赢在使用 讲真的一律就讲 OK我再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OK如果说今天我在开车的话 我的手抓着steering 如果我觉得太热或者是太冷的话 那么基本上我的手伸过去 我就可以进行这一个冷气的这个风量的调节 然后这个温度的调节 然后我要auto-aircon我可以开auto-aircon 然后我要开这一个储物我可以开储物 我可以直接关掉aircon 它的整个使用逻辑就是非常的顺手 这一点是可能大家平常在开车的时候 或者是看车的时候没有什么注意到的 一定要等到你成为车主之后 你才会体验到这种细节的点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触屏主机 OK有一些厂商讲触屏主机可能会影响驾驶者驾车 可能会有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有时候触屏主机还是蛮方便的 尤其是在你Connect的这个Android Auto 或者是Apple CarPlay之后 你要在这边操作一些功能 你看这个是我的驾驶姿势 然后我手伸过去基本上我就可以进行控制了 然后它的这个Double Signal也在这边 其实就是来讲 简单来讲它就是非常的旧手 然后这个是我的驾驶姿势 你可以看到我在开车的时候 我这个视野是非常的宽光的 所以开车的时候基本上不用担心讲 前面会有看不到的情况 所以这一些东西基本上就是今天你拥有这台车 或者是你去开过这一台车之后 你才会感受到它的优点 所以我建议各位如果你是真的是想要买这台车 但是你对这个内装可能你有一点意见 还是你有一点疑虑什么 我会建议你去暂时停去撕开一下 你才会明白我讲的这些东西 因为这台东西我在泰国开一次 然后在Langawi开一次时间都不短 所以我对这种便利性是深有体会的 同样的其实我也赞同大家讲的 这个内装可能没有这样摩登 OK这个是肯定的 可是还有一点就是质感不差 大家从这个镜头可以看到哦 我自己看那个 我从我的荧幕看到这个整个内装的质感 我觉得还不差 它并没有太Blastic的感觉 然后其实这边是In Blastic来的 当然In Blastic可能会影响到它的质感 但是你看这一个整个内装的铺层 你会觉得它很Chimp吗 我觉得其实还好 所以重点就是在于这个内装可以带给你什么 当然我觉得内装好看很重要 可是实用性同样也很重要 所以这个就是我自己个人 我不是太喜欢那种很多触控按键的车款 其实上一代的Honda就很多触控按键 然后我自己其实也不大习惯 漂亮是漂亮可是不使用 这一个我觉得是不错的 使用起来蛮旧手 但是如果Design可以更美一点会更好啦 好啦我们现在就来试驾这个马来西亚版本的WRV 然后我尽量以一个平常大部分朋友的驾车的状态来模拟一下 所以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首先跟泰国版本最大的差别 我该有讲到就是它的这个隔音表现 因为其实我有问Honda 的人 Honda 的人表示这个隔音表现跟泰国版本没有太大的差别啦 所以我自己觉得主要的差异在于马来西亚版本是用不同的轮台 马来西亚的这个国家的这个道路 我们是搏油路比较多 在泰国他们是那种水泥地比较多 如果大家有去泰国的话会注意到他们的地 有时候是你看它发亮发亮的 因为他们那种是 所谓的水泥地还是石灰地 something like that 的东西 如果轮台去跟那种地面的材质摩擦的话 搏油路的噪音确实会少一点 这个可能是为什么这一个WRV 比较安静的原因啦 这个是我个人觉得 我今天没有带到棋棋 不过以我的感觉这辆车确实有安静一些 不明显但是你感觉得到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这辆车的旋调是比较弹调一点点的 因为原厂有表示这辆车的target customer 是大概是25 岁到34 岁的年轻族 OK 34 岁还是年轻人 所以我是年轻人 他们当然是要比较运动一点的旋调 然后这辆车大家来过 Langawi 的话 都知道Langawi 的路是那种比较弯来弯去的啦 它确实 handle的蛮好的 虽然讲侧倾会有一点明显 因为它毕竟车身很高 207mm 但是基本上大部分的路况它都是 hold 着住的 尤其是我该跑了一段山路 那个山路的表现我觉得确实是很优异 然后除此之外这辆车的这个车体的刚性表现部分也很好 因为原厂也是有特别强调 他们在这个B Pillar 之后 到C Pillar 这段距离呢 他们进行了重点的刚性加强 所以这辆车的安全性不仅高 所以高刚性的车型也会让它的操控表现更好 如果讲以这个年级的年轻人呢 他们要懂驾驶表现啊 这辆车的操控表现我觉得还是可以满足他们的 然后还有一点我要称赞的就是这个 Engine 啦 Honda 的强项一直以来都是在于这个 Engine 然后我觉得这个 WR-V 的引擎的调校 可能会比 City 或者是 City Hatchback 更好一点 因为它很 Smooth 然后动力又有 重点是它的油耗很低 我们昨天三个人以不同的方式去驾驶这辆车 一直在 LAP 它都好 它的油耗表现基本上都有一个 大概是 16 km 左右 所以昨天我们开了一整天下来 基本上只用了两个油 对于很多朋友来讲 虽然马来西亚的油可能对比其他国家是便宜一点的 但是大家还是很在意油耗 这个油耗应该可以满足大部分朋友的需求 我一直都在讲呢 这个车子没有讲值不值得的 只有讲适不适合你的 我觉得这辆车如果今天呢 你是一个比市区驾驶居多的朋友 然后你要高车身 你偶尔需要一点驾驶感受的话 这辆车基本上还是可以满足你的需求的 因为这辆车的轴距短 它在市区驾驶真的很有优势 它的轴距只有 2485 而已 所以你要U-turn啊你要3-point-turn啊 还是你看到有一个小位置你要slap进去啊 都没有问题 可能那种山路表现你可能去福隆岗 你可能去云顶 或者是你可能像我这样莱朗高一 这辆车的底盘基本上也hold得到 当然这台车它并不是没有缺点 我觉得有两个我比较在意的缺点 一个就是引擎的这个防火墙的隔音 有需要加强的空间啊 然后第二点就是在它的这个内装设计 现在刚刚我讲到这个内装我是喜欢的 因为我喜欢它的实用度很揪手 但是这个Design 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讲 可能没有这样Modern 这个也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啦 怎样的抉择我就交给你们自己去做决定 然后我会建议各位如果你们真的想要买这台车 然后你们去试驾的时候哦 记得跟SELSPAN要求找一些可能路况 没有那么美的地方 你去驾这辆车你会感觉到这辆车的优势 因为Langavi 的道路真的是比较烂 昨天我们去到很多地方真的是需要很高的通过性 然后幸好这辆车的通过性够好 所以基本上我们才不会出现那种模底的情况 这台车它在马来西亚订单7300 我觉得是有理由的 因为很多的消费者他们买车 他们真的有些他们真的是不看你的什么 spec啊等等等等 他们要的是那个品牌的信任度跟那个使用性 这台车你可能如果你是看它的packaging 它可能会跟一些同价位的对手相比 会差一点点东西啦 可是当你真正去开这辆车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它的大概优势是在哪里 我没有开玩笑 也不是讲什么帮Honda City 什么 我们讲太多都没有用 销售成绩足以证明一切 所以这台车给到这样的packaging 我觉得还是大家值得考虑的车款啦 OK啦以上就是我的简短试驾内容啦 以上的影片就是我跟大家对这辆车的一个定位分析 然后还有一些我希望它的特点等等等等所做的分析啦 跟一般的试驾影片不大一样 如果大家想看更详细的影片的话 可以看回我之前这个泰国试驾的影片 不过现在讲的东西跟之前讲的东西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啦 因为当时是在泰国试驾 然后双方的这个情况还是有点差别的 所以影片的那种可能会有一点点出入 但是那个影片会很详细的跟大家分析一下它的这个空间表现等等 然后如果是讲今天你问我这辆车值不值得的话 我都是老话一句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车是值不值得的 主要在于这辆车适不适合你 我告诉大家一个数据 Honda Malaysia 公布的数据呢 这辆车的订单7300张 已经交车3300辆 所以可以看得出其实作为一个新的车款 一个新的Segment 它还是适合大部分的消费者的 如果你要觉得 如果你想知道这辆车适不适合你 去展示停试驾 然后跟销售要求试驾长一点时间 那么你就会知道它适不适合你了 如果你是以市区驾驶居多 偶尔回一下甘榜 我想这辆车应该还是不错的 有什么看法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拜拜